做后续的动作了 分解掉之后 那我们再来就是把这里面的分别在 做什么呢 做那个边界 边界的部分的话呢 可以从 在哪边呢 绘制里面的什么边界 点下去之后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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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点下去它自动帮你 只要那个是一个封闭的 封闭的空间 它就帮你把它做出一个聚合线出来 按空白键之后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每一个 里面就会有一个一个的什么 一个边界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把这六条线删掉了 删掉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出这六个 这五个 五块 那接下来就是要怎么样呢 把这五块 做 这边 这是少一个吗 没有没有 没碰到OK 好 那再来就把它挤出 挤出的部分的话 可以用这边的挤出 那如果你按拉也可以啦 我按拉你要做五次 挤出的话只要做一次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1个 先 先选挤出 那挤出的话呢 利用那个 这个是 实现的选取 实现选取是整个选取才算选到 OK 把这五个选到 按空白键 表示说我要挤出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挤出的高度为多少 高度为多少 5吗 往上5 Enter OK 如果说你用按拉也可以啦 不过按拉你要按拉五次 挤出的话只需要挤出一次 OK 所以 这个这个差异性我想 你慢慢比较 挤出他可以一次 挤出五个 多的话 如果少的话你用按拉其实比较快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分别的 我是用在概念的状态底下 概念形式底下 移动的话那你可以 直接移动 可是我觉得在概念概念的这个 视觉形式里面 他会多出一个箭头 比如说今天要把这个移上去的话 这个箭头会出来 可是如果你在那个2D线架构的话 你选的话 他不会出来 没有那个箭头 我觉得移动 在概念形式感觉会比较移动 为什么 因为这个箭头很好 很简单 你点他往哪个方向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比那个移动再来移动 因为移动你要再点一下 然后再 再选再给他距离 那你不用你这边点一下 有没有 点一下 选他说往上多少 5吗 对不对 第1个是5 5Enter OK他就往上移动5了 那下一个的话也是这样 点他一下 箭头出来 往上多少 10 这样我觉得 然后如果换下一个 你就怎样 再把它选 有没有 然后最后一个箭头 50 15 然后再取消一下 按Escape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再往上 点这个物件 这个实体 他就会自动帮我 做 移动 OK 移动完毕之后 那再来 我要绕一圈 那绕一圈 这里的话 一样把 最后我建议各位 可以先把这五个 先做一个群组 把它连击起来 或者是说做图块也可以 不过这里我觉得用连击就可以了 把这三个连击 这五个连击起来 选取也是实现的选取 按空白键 OK 好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 要 一圈 360度 360度的话呢 再来就是 用环形阵列就可以了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选这五 其实就选一个就可以了 选一个就可以 碰到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连击了嘛 对 然后选到 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呢 选物件选它 空白键 OK 中心点 就是这个中心点 不要选错 这个中心点 OK然后 总共几个呢 绕一圈嘛 四个 你不需要 其实应该最后要有 十三 12个 对 因为要 三层嘛 可是先做一层 再来一次呢 再往上跌上去 再往上跌上去 OK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先四个 Enter一下 那几度呢 360度 OK 360度之后的话呢 这个就做出来了 但是 记得 它的阵列呢 记得要先把它分解掉 因为呢 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所以这个平面 不一样 所以要怎么办呢 把这个移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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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绕一圈了 绕一圈之后呢 再复制 复制 诶上去就好了